逆剑狂神 第7581章 古老的天碑 叶家的年轻弟子们 脸色难看 其中一人 冷喝一声 什么人 出来 前方的虚空晃动 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痕 从那裂痕之中 走出来一道年轻的身影 那是一个身穿紫衣的男子 身上绽放着紫色的光芒 叶家的弟子冷哼一声 你是谁 抱上明来 叶灵儿眯起眼睛 她挥挥手说道 不用理她 我们继续历练 来的时候 族内的老祖都已经告诉他们了 在外面 不要惹事 只要历练就好 叶灵儿谨记在心 叶灵儿的身份地位很高 周围那些弟子听后都纷纷走了回来 跟在叶灵儿身后 他们准备继续历 可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过来 拦住了 她说道 怎么 你们一群废物 想要逃走吗 太可恶了吧 周围那些人都气疯了 有人说道 灵儿 让我动手吧 看她的样子 难不成是子府圣地的 叶灵儿却是说道 不 她不是子府的人 她应该来自于其他的星辰世界 你们去试探一下 她的实力吧 身边的叶家弟子听后 点点头 冲了出去 对面的紫衣男子 正是七沙中的老七 他奉命而来 试探一下叶家的实力 如今 见到叶家的弟子冲来 他不屑冷笑 大袖一挥 紫色的云雾 瞬间冲出 化成了一尊紫棋林 直接将对方拍飞 叶家的弟子 大口吐血 身躯破碎 其他那些人脸色一变 好可怕的力量 这人 看样子非常的年轻 没想到 实力竟然如此可怕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应该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吧 远处的那些老者们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议论纷纷 叶灵儿 眉头微微地皱起 他打出了几枚丹药 给受伤的弟子吞服 随后 他望向了前方 沉声说道 想切磋的话 也不用下这么狠的手吧 抱歉 那只是我最普通的一击了 谁让你们这么垃圾 抵挡不住呢 叶家还真是让人失望 紫衣男子冷笑连连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资格 这么嚣张 叶灵儿也是怒了 对方都已经欺负到他们头上了 他怎么可能不出手呢 他走了出来 抬出了手掌 朝着前方拍了过去 轻轻一掌 却带着镇压一切的力量 紫衣男子身边的虚空 瞬间就破碎了 紫衣男子也是冷哼 大袖一挥 无边的紫色云雾 再次化成了紫色的麒麟 冲了过来 两者碰撞 惊天动地 仅仅一招 那麒麟便被拍碎了 白玉般的手掌杀向了紫衣男子 紫衣男子面色一变 这么强的力量 他赶紧后退 这一掌 将他原来站立的地方打成了虚无 紫衣男子推到后方的时候 脸色难看 叶家的人却是笑了 你也不怎么样吗 灵儿 继续出手 镇压他 他们都笑了出来 叶灵儿再次出手 这一次出手 他的手掌结印 化成了一方古老的石碑 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紫衣男子快速地闪躲 可是 不论他怎么躲 这道石碑都是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的身上 最终 他被镇压在地上 大口地吐血 他满脸的震撼 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竟然躲不开 你当然躲不开了 这是天地古今上面的力量 你怎么可能躲得开 叶家的那些人都笑了起来 九天之上 斩龙真神 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面无表情 然而 他身边的那些人 却是颤抖了起来 出师不力啊 这七沙 并不是混沌神族的人 他们是永恒之地的武者 永恒之地 无比的广阔 里面拥有无尽的武者 家族 并不是哪个武者 都能够加入彼岸 彼岸在永恒之地 那就相当于主宰一般的存在 是所有武者 想要加入的 这七沙的运气很好 他们年纪轻轻 很有天赋 偶然的情况下 被这斩龙真神看中了 成为了仆人 待在了身边 七沙无比的激动 跟着这么一个盖世高手身边 即便成为仆人 他们也足以笑傲万古了 想来他们以后 绝对能成为一方高手 如今面对一个年轻的弟子 他们都打不过 岂不是说 他们是废物 让我去吧 七沙中的老三 走了出来 他身上 有着极其可怕的杀意 他的实力 比老七更强 你们一起出手 就在这个时候 斩龙真神沉声说道 六个人一愣 可是 却不敢有任何的犹豫 他们说道 遵命 六个人化成闪电 朝着下方冲了过去 斩龙真神 则是屹立在虚空之中 他的目光深邃至极 说实话 一个夜灵 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他一口气 就能够 让对方灰飞烟灭 然而 夜灵的手段 确实让他意外 那方古印 神秘之极 如果由一个真神施展的话 恐怕会更加的可怕吧 不愧是天地的家族 这应该是 天地留下来的手段 斩龙真神对于夜家 越来越有兴趣了 他都要看看 对方究竟拥有多少底蕴 下方 紫衣男子疯狂的咆哮 不管他施展什么样的手段 他都无法分开 这方古老的石碑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六道闪电 来到了他身边 联手轰飞了这道石碑 随后说道 老七 主人命令 一起出手 紫衣男子站了起来 下一刻 他吐出了一柄紫色的长剑 另外六道身影 身上的衣服颜色 各不相同 然而 他们的动作 却是整齐滑衣 他们都吐出了一柄飞剑 每一柄飞剑的颜色 都不一样 七柄飞剑联合在一起 形成了可怕的七杀阵法 杀向了夜灵 夜灵的身影 变得飘渺无比 他不敢落入到阵法之中 他也感受得出 这阵法非常的可怕 身边的那些别家弟子 见到这一幕 却是面色大变 太卑鄙了吧 七个打一个 我们也去帮忙 他们快速地冲了过去 他们刚刚靠近 便被七柄飞剑给震退 甚至有人受伤 身上出现了剑痕 你们后退 不要和他硬扛 这飞剑 来历不凡 夜灵发现 这七柄飞剑的金属材料 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 所拥有的 上面有一些神秘的符文 更是可怕至极 这些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正想着呢 飞剑突然消失不见 在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夜灵的身边 将夜灵完全笼罩 逆剑狂神 第7582章 护道者 山河日月顶 夜灵 被这些可怕的剑气 给笼罩了 他脸色变得难看 不好 他想闪躲 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 七柄飞剑 绽放着极其凛冽的气息 笼罩了天地 他们仿佛 能够洞穿世间的一切 夜灵感受到致命的危机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狂风四起 云雾翻滚 一道封影将夜灵笼罩 下一刻 夜灵消失不见 在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阵法之外 是长老们出手了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夜家的那些弟子 松了一口气 夜灵身后 出现了两个老者 这是两个白发老者 他们是夜灵的护道者 两个老者 望向前方的时候 冷冷地说道 阁下欺负我们夜家 以为我们夜家没人吗 两人冷哼一声 声音如同惊雷一般 大秀一卷 滔天的狂风 和可怕的云雾 朝着前方席卷去 和七柄飞剑 碰撞在一起 天地间 雷霆轰鸣 各种光芒响起 七柄飞剑摇摇晃晃 上面的力量 变得暗淡 似乎要被镇压 七杀他们脸色大变 该死的 这两个老家伙的实力好强 七剑合一 给我杀 他们怒吼一声 每个人都划破了收藏 朝着前方汇出了自己的心血 落在了飞剑之上 七柄飞剑 绽放出血色的光芒 随后 融合在一起 朝着前方 狠狠地刺了过来 漫天的狂风被撕碎 云雾被破开 这七柄飞剑 撕开了一切 杀向了两个老者 这手段不得不说 确实非常的可怕 两个护道者 也是面色一变 他们毫不畏惧 冷哼一声 他们联手打出了一尊顶 这尊顶上面 会着山河日月 极其的可怕 一出现 便镇压了天地 那七剑合一 被瞬间镇压 七杀如遭雷击 他们疯狂地咆哮起来 然而 那柄飞剑 却再也无法回来 不但如此 飞剑上面的光芒 变得暗淡 七杀大口的吐血 如遭雷击 该死的 这尊顶是什么东西 竟然如此的强大 七杀他们无比的震撼 好强呀 远处的那些观战者 也是惊呼一声 不愧是叶家底蕴 果然够强 两个护道者望向了前方 冷冷地说道 说出你们的来历 他们准备 收取七个人的记忆 域外 斩龙真神 望见这一幕的时候 眯起了眼睛 他淡淡地说道 这应该是天地顶的纺织品 看样子 果然有点能耐 七杀应该不是对手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望向了后方 说道 你出手吧 在后方 有一个年轻的男子 走了过来 这人身上 有着混沌的气息 他是混沌异族的弟子 他走出来 笑着说道 老祖 你放心吧 有我出场 我可以横扫整个事件 他朝着下方降落而去 不灭山 七杀他们受到了重伤 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两个护道者的灵魂 已经将他们笼罩 想要撕开他们的防御 读取他们的记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开天辟地的力量 传了出来 瞬间两个护道者 如遭雷击 他们倒飞出去 如同两个风筝一般 落在了远处 蹊跷流血 这突然出现了变化 让周围那些人 都惊呆了 苍天啊 发生了什么 长老 叶家的那些弟子 更是惊呼连连 护道者 竟然被人瞬间给打伤了 究竟是和方神圣来临了 叶铃 也是面色大变 护道者是多么的可怕 他可是清楚的 如今 轻易地受伤 恐怕来人 将可怕到了极点 他们的目光 都望向了前方 只见在前方的虚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穿着混沌一般的长袍 头上戴着一个王冠 他脸上 有着一个神秘的符文 就仿佛一道闪电 这人的样子 很是年轻 然而 身上的力量 却极其地可怕 举手台族之间 拥有开天辟地的信息 这究竟是何方神圣 叶铃等人 都惊呆了 七杀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呼起来 破雷公子 七杀立刻跪倒在地 这可是真正混沌一族的人 实力非常的可怕 对方修炼的 是混沌雷霆 公子恕罪 我们办事不力 请公子责罚 七杀 如同小蚂蚁一般 跪倒在地 远处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七杀虽然败了 可是实力非常强 然而 此刻在这个年轻人面前 却渺小得如同蝼蚁吗 这个年轻人的来头 究竟有多大 破雷公子 望向前方的时候 笑着说道 就让我看看 叶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吧 说完 他冷笑一声 身上冲出了一道雷电 朝着前方冲了过去 杀向了两个互道者 那两个互道者 面色大变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他们全力打出 山河日月顶 进行抵挡 轰轰轰 山河日月顶 快速地晃动了起来 他被雷霆击中之后 剧烈地摇晃 上面的光芒 变得暗淡 两个老者 再次大口地吐血 该死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 也太可怕了吧 全力出手 他们两个人燃烧血脉 山河日月顶 不停地变大 上面的山河日月 仿佛化成了真实的世界一般 压了过来 竟然能挡住 那丝混沌的雷霆 破雷公子 也是微微惊讶 果然有点本事 不过 还是太弱了 不堪一击 说完 他再次打出一道雷霆 这一道雷霆 出现的时候 天崩地裂 那黑色的雷霆 划破虚空 整个世界都在崩溃 不灭山 都快速地摇晃了起来 似乎根本承受不住 这股力量 不好 远处的那些观战者 见到这一幕 转身就逃 这股力量太强了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叶家的那些人 更是如招雷击 他们的身躯颤抖 愣在了原地 他们连逃跑的力量 都没有了 山河日月顶被击穿 这尊顶道飞出去 落在了地上 暗淡无光 两个互道者如遭雷击 他们倒在了地上 大口地吐血 他们眼中 满脸的震惊 这种开天辟地的力量 是混沌的力量 你们是混沌族的人 还算聪明 知道我们的来历 破雷公子冷笑一声 我来自于混沌神族 什么 传说中的混沌神族 叶家的那些人 听到这话的时候 也惊呆了 荒谷神族 谁不知道啊 那可是诸天万界 最强的存在啊 荒谷神族一出 横扫四面八方 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传说中一般的存在 没想到混沌神族 竟然会来这里 竟然会对他们出手 逆剑狂神 第七千五百八十三章 一人 横推地星 叶家的两个互道者 更是满脸的绝望 他们知道的消息更多 混沌神族属于彼岸 而他们属于神域 双方可是死对头呀 没想到 对方竟然突然动手了 他们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喊道 灵儿逃 赶紧逃回家族 传递消息 混沌神族的力量 太过可怕 他们根本抵挡不住 只有神域的力量前来 才可以 叶铃脸色苍白 他转身就逃 下一刻 一道雷霆 却滑破了虚空 拦住了他的去路 破雷公子冷声笑道 在我面前想走 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愚蠢的东西 他一声冷哼 叶铃儿如遭雷击 这股力量根本抵挡不住 那些雷霆更是化成了一方牢笼 朝着叶铃儿冲了过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在叶铃儿的眉心 突然出现了一个血色的符文 在他身上 绽放出璀璨无比的光芒 两个互道者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笑了 太好了 留在铃儿体内的那股力量 终于爆发了 叶铃儿被这道璀璨的光芒笼罩 下一刻 一股强悍的力量席卷四面八方 竟然撕开了那雷霆牢笼 璀璨的光芒 带着叶铃儿飞向了远处 破雷公子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无比惊讶 这是什么力量 竟然能和他的混沌雷霆抗衡 叶家的底蕴 果然不凡 这应该是血脉的力量 难不成 这个丫头的血脉 已经达到了凡族的级别吗 不过 那又如何 破雷公子 扬起了冰冷的笑容 另外一边 叶铃儿回到了家族之中 摇摇晃晃 脸色苍白 差点晕过去 叶家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都猛了 铃儿竟然受伤了 这不可能呀 有两个实力强大的护道者 追随着铃儿 还带着山河日月顶 谁能够伤到铃儿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叶铃儿说道 不好了 混沌神族来袭 什么 混沌神族 叶家的舞者听后 面色大变 赶紧传递消息 他们启动阵法 准备传递消息 九天之上 有一尊更加可怕的存在 那个是斩龙真神呀 他镇压了一方星空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传出去 整个藏地星 相当于被封印了 不灭山上 破雷公子没有去追击 而是站在了山顶之上 他神情屁密 双手探出 掌心朝天 在他身上可怕的 雷霆涌了出来 在天空中 化成了乌云 铺天盖地 带着一股毁灭般的力量 破雷公子笑道 就让我看看 这个世界有多少高手吧 说完 他大手一挥 那些乌云 竟然朝着四面八方 飞了过去 这些乌云 飞向了无尽的远处 似乎要笼罩整个藏地星世界 茫茫大山之中 一尊高大的男子 正在修行 可突然间这个时候 远处飘来了一团乌云 来到了他的头顶上方 咔嚓一声 一道黑色的雷霆 落了下来 这人高大的男子 仰天怒鹤 横扫天地 他身上的力量 极其的可怕 化成火麒麟 焚天灭地 可是 他根本不是对手 这道雷霆 将他击中 他身受重伤 他并没有死去 因为最后的关头 那道雷霆 化成了锁链 将他笼罩 他被彻底镇压了 倒在了地上 另外一边 一个巨大的山谷之中 里面有着一道身影 在休息 那竟然是一头昆棚 身上的阴阳气息 极其的可怕 突然间 狂风大作 天地暗了下来 乌云在山谷上方凝聚 化成了一头灭式黑龙 朝着这头昆棚 狠狠地冲了过来 昆棚如遭雷击 发出了愤怒的吼叫声 双翅震动 阴阳之力 席卷九天 化成了一片阴阳之海 冲向了天空 笼罩了四周 抗衡那些雷霆 毁灭般的力量 足以撕碎一切 周围的山脉虚空 不停破碎 那片阴阳之海 没多久 便被洞穿了 昆棚的身躯 也被雷霆洞穿 身受重伤 他眼中带着一丝绝望 可就在这个时候 那些雷霆 竟然化成了锁链 将他庞大的身躯 笼罩了 将他彻底镇压 他发出了一声哀嚎 眼中带着无限的惊恐 究竟是何方神圣在出手 这力量太强 在这种力量面前 他就如同蝼蚁一般 像这样的状况 在藏地心的各地 都有发生 在天地力量变化之后 藏地心也是高手辈出 毕竟这里的底蕴很强 甚至 有不少人成帝 更有一些人 成为了陆地神仙 然而此刻 那些高手 全部被雷霆给击中了 黑色的雷霆突然出现 就仿佛天结一般 猛然降下 无人能够抵挡 众人看见 一个又一个绝世的高手 倒在了雷霆之下 被雷霆镇压 凄惨无比 那些实力弱的舞者 还有一些妖兽 全部匍匐在地上 是天神在发怒吗 他们不停地叩头 叶家 谷家 凤凰族 麒麟族 这些实力底蕴 强大的古老家族 他们也是无比的震撼 尤其是叶家和谷家 他们清楚 这是神族在出手 这股力量 真的是太强了 他们根本抵挡不住 难道 消息没传出去吗 为何无人前来 叶家的人脸色难看 或许整个世界 都被封印了吧 他们脸色苍白 叶家的一尊老祖说道 动用血脉之力 给无道传音 虽然阵法的力量 传不出去 但是 他们却可以利用血脉的力量 形成血脉共鸣 让无道了解这里的情况 不过 这种手段需要一段时间 希望他们能够支撑得住 天空中的雷霆 已经快来了 他们只能够开启阵法 还好 在之前 神域给了他们一些顶级的阵法 能够支撑一段时间 他们联系谷家 凤凰家族和圣渊谷城 甚至向羽化先朝求救 他们联手进行抗衡 中周 羽化先朝 这可是一尊庞然大物 无人敢小看 虽然 他们还在这折服 但是 他们也不允许 有人挑战他们 这突然出现的雷霆 明显是对他们的挑战 羽化先朝 有人走了出来 大手一挥 一道凛冽的光芒 直冲云霄 撕开了乌云 破开了天地 何人敢在此撒眼 一声冷哼 惊动九天 逆剑狂神 第7584章 混沌神族 君灵天下 羽化先朝虽然低调 不时常出现在众人面前 可是并不代表他弱 相反 他同样非常的强大 拥有的底蕴非常可怕 如今有人竟然 对他们羽化先朝 动手 让羽化先朝的那些强者 无法忍受 我来自于混沌神族 这次是奉命来行事的 主要针对天地家族 和你们羽化先朝无关 此次并不会对你们羽化先朝 动手 如果你们执意要对我出手 那就是和混沌神族为敌 破雷公子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不卑不亢 似乎并不怎么畏惧羽化先朝 羽化先朝的那些强者听后 同样眉头紧紧地皱起 竟然是混沌神族吗 这可是荒谷神族 更重要的是 对方背后还站着彼岸 这是比其他的荒谷神族 更加可怕的存在 他们商量了一番 并没有动手 破雷公子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冷哼一声 什么羽化先朝 在他们混沌神族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另外一边 羽化先朝的那些人 则是商量一番 他们准备给灵轩传递消息 这件事情 还是让神域来解决吧 有帝尊应出手 给灵轩传递消息 直接就越过了斩龙真神锁布下的 结界 太虚龙宫 灵轩正在全力地修炼呼吸法 体内的龙脉 正在快速地凝聚 武神爵的力量笼罩了他的身躯 就在这个时候 灵轩睁开了眼睛 他得到了一道消息 竟然是羽化先朝 传来的 什么事情 灵轩微微惊讶 探查了一下 下一刻 他站了起来 停止了修炼 他的脸色变得无比的凝重 混沌神族竟然动手了 而目标 竟然是藏地星 看样子对方 是想要得到天地传承 还真是该死 灵轩准备出击 他动用狂神的身份 直接利用了太虚龙宫的超级传送阵 可以直接传送到地星附近 他也给上青城的人传递消息 让他们也行动 上青城 叶无道等人得到消息的时候 同样脸色大变 叶无道 谷三通 他们无比的焦急 得赶紧回去 一行人联手返回 灵轩 这个时候却是抬头望天 望向了远处 他感受到 那里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在凝聚 仿佛开天辟地一般 什么人 他一声冷喝 直冲九天 他身上的力量不停地爆发 仿佛能够毁灭一切 对面的那道身影浮现了出来 冷笑一声 听说你的战力很强 我想领教一下 无 破灭真神 林轩神情凝重 他能感受得出来 前方的这个人非常的可怕 比之前的雷霆龙神等人要强大得多 对方身上的混沌气息 似乎真的能够破灭一切 他冷哼一声 冲了过去 下一刻 恐怖的力量传了出来 席卷天地八荒 上青城的那些强者感应到之后 神情无比地凝重 连灵战这样的盖世高手 都被人给拦住了吗 看样子 混沌神族 果然是准备充足 不知道 业无道 他们能不能抵挡得住 放心吧 林公子已经前往了 只要不是大成真神来临 我想 应该没有问题 没错 对于林轩 他们还是无比期待的 在他们看来 大成真神之下 林轩就是无敌的存在 帝星 叶家 他们无比的绝望 他们家族的高手 都被雷霆给镇压了 对方的力量 真的是太强大了 一个人横推了整个世界 让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还好 他们凭借着家族的底蕴 暂时形成了阵法 挡住了对方 不过这样下去 他们迟早会全部破灭 无道 他们还没来吗 有长老焦急地问道 也有人说 不会是被这雷霆 封印了整片天地 传不出去消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就麻烦 众人听后 更加地绝望了 就在这个时候 家族内的阵法 闪烁一些身影 从阵法之中浮现了出来 叶家的那些长老转身望去 下一刻 他们惊呼起来 无道 你来了 他们发现 来的正是叶无道 以及神域的一些强者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叶无道 他们走出来之后 望向四周 脸色变得无比的凝重 家族的这些弟子 竟然大部分都被镇压了 连那些老牌的长老都受伤了 不可饶恕 混沌神族 还真是嚣张啊 是谁动得手 叶无道 倒抬头望向了天空 他发现了 在天空中站着一道身影 身上环绕着极其可怕的雷霆 就仿佛一尊年轻的雷神一般 好可怕的力量 叶无道感受到 对方身上 拥有一种毁灭的力量 那是混沌雷霆 是开天辟地时 所凝聚形成的雷霆 无道 你要小心 那小子不一般 他非常的强大 他们是混沌神族的人 旁边叶家的长老 紧张地说道 放心吧 林轩正在来的路上 而且 我最近这段时间 跟着林战前辈修行 实力也是大幅地提升 我也想验证一下 如今我的力量 到达什么地步了 希望这混沌神族 不要让我失望 叶无道大步地朝着前方走去 身后叶家的那些人 快速地跟随 破雷公子站在九天之上 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这就是传说中的藏地心吗 不过如此 可以说太垃圾了 除了羽化仙朝 他没敢动手之外 其他的那些家族门派 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只打出一片雷云 就足以镇压一方天地 甚至 就连这传说中的天地家族 也不是对手 虽然对方拥有一个可怕的阵法 但是破雷相信 以他的雷霆力量 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破碎这些阵法 到时候 他军临天下 一只手就可以镇压对方 单手镇压天地家族 这要是传出去 绝对能够名扬万古 正想着呢 突然下方的阵法竟然打开了 叶家的人竟然走出来了 破雷公子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 怎么 难道是 因为害怕他的力量 这天地家族 要出来跪地臣服了吗 想到这里 破雷公子更加的激动了 天地家族不过如此 甚至比想象中的还要差 根本就不需要老祖出手 他一个人就能够 镇压整个藏地心 逆剑狂神 第7585章 林无敌 能挡住我一刀吗 叶家的人 打开阵法走了出来 一名白发老者朗声喝倒 对面的人听着 赶紧收回雷霆 乖乖离开 否则 你们将承受叶家的怒火 什么情况 破雷公子愣住了 原本他以为 叶家出来 是跪地臣服的呢 没想到 对方竟然出来 在他面前嚣张 太不知死活了 以为他不敢下杀手吗 破雷公子冷哼一声 眼中发出了两道雷霆 杀向了前方 这是破灭的雷霆 足以灭杀一切 哼 下方 叶家传来了一道冷哼的声音 紧接着 一只大手掌拍了过来 瞬间将两道雷霆拍飞 怎么可能 七杀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面色大变 破雷公子的雷霆 多么可怕 轻松地就横扫了整个世界 没想到 现在竟然有人能抵挡得住 究竟是谁 他们朝着下方望去 在下方 走出来一个十分神武的年轻男子 就仿佛年轻的天神一般 对方站在那里 身上绽放着 可怕无比的光芒 这个人是谁 七杀他们惊呆了 光看一眼 他们的身躯都颤抖起来 忍不住 想要跪地 破雷公子 同样皱起了眉头 他也是望向了下方 冷声说道 你是何人 抱上明来 无 也无道 今天娶你狗命 红亮的声音响了起来 夜无道 如同一尊战神一般 拳头一挥 化成了一道璀璨的金光 杀向了前方 所过之处 势如破竹 一切都将灰飞湮灭 漫天的雷霆 全部被击飞了 好可怕 无数人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夜无道的实力变强了 强大到无法想象 破雷公子面色一变 他身形一晃 以奇怪的速度 躲开了这一圈 他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夜无道这个人 他听说过 是神域的 一尊顶级天才 没想到 对方竟然来了 而且 还敢在他面前这么嚣张 夜无道是吧 你的实力确实很强 但在我们面前没有用 现在 你乖乖地跪在地上 臣服于我们神族 我会让你存活下去 甚至 会让你变得更强 如果你敢反抗 混沌神族 会让你生不如死 让你灰飞烟灭 废话少说 夜无道冷哼一声 破雷公子 却是摇头叹息 你虽然是少年天骄 实力强大 血脉非凡 可是 你也太小看我们混沌神族了 你以为这一次 只有我一个人前来吗 实话告诉你 你太天真了 在藏地心外面的虚空之中 站着我们混沌神族的无数强者 真神的数量 就超乎你的想象 他们一起出手的话 你们夜家 恐怕会顷刻间灰飞烟灭 你们根本抵挡不住 甚至 这个世界都会彻底的烟消云散 听到这话的时候 藏地心的人 惊恐无比 夜家更是脸色大变 什么 有这么多真神强者吗 有人不甘心地说道 你少嚣张 我们已经通知林无敌了 他的实力有多强 再多的真神 也不是他的对手 只要他到来 就能够力挽狂澜 没错 听到林无敌这个名字 所有人都有了希望 林无敌 绝对能够横推一切 破雷公子仰天大笑 你们还真是够愚蠢的 你们竟然把希望 放在林无敌身上 我承认他是很强 可是 他再强 能强得过大成真神吗 现在藏地心外面 就有一尊大成真神 你觉得 那林无敌来了 能抗衡得住吗 他不来也就算了 他要真的赶来 他必死无疑 至于你们神域的 其他强者 有我们混沌神族 和彼岸的高手 盯着呢 绝对不会让你们 出手来救的 别的不说 之前扬名天下的灵战 就已经被我们神族的 高手给拦住了 根本没时间救你们 你们还是乖乖的臣服吧 破雷公子的声音 就如同惊雷一般 传遍了天地八方 整个世界的人 都听到了 所有人都绝望了 连林无敌来了 也不行吗 已经没人能够救他们了 看样子混沌神族 这一次 真的是志在必得 叶家 谷家 他们更是呆了 这样的力量 他们怎么抵挡 大成真神 叶无道也是深吸一口气 他不是大成真神的对手 但是 眼前的这个破雷公子 他还没放在眼里 他要将对方击杀 他怒吼一声 快速地冲了过去 你找死 破雷公子怒了 他说了这么多 就是让对方害怕绝望 没想到 对方竟然还敢出手 不可饶恕的东西 大手一挥 漫天的雷霆 飞舞了过来 杀向了前方 两者大站在一起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不知道叶无道 能抵挡得住吗 毕竟这破雷公子 真的是太强了 混沌之力 无人能抵 欲外星空 斩龙真神 目光闪烁 望向了下方 他在观战 看了几招之后 他微微摇头 看样子 破雷不是对手 这个叶无道 确实很强 血脉 天赋 神通 全都是最顶级的 不过 他也没有出手阻止 破雷 同样是他们家族的天才 就让破雷 经历一些历练吧 反正有他在 破雷最多会落败 但并不会陨落 他身旁 那些混沌神族的强者 也在观战 有人说道 老祖 要不让我们一起出手吧 直接将他们镇压 就是 我们没有必要单挑 和这些人过手 那就是浪费时间 有一个身形高大的身影 背着一柄雷刀 他则是笑道 说实话 其实 我挺想和那个林无敌 动手的 看看他 能不能够挡住我的一刀 另一人笑道 如果你真的遇见林无敌的话 可别伤了他 神子有交代 镇压林无敌 神子要亲自出手 折磨对方 这些人谈笑风生 完全没将下方的人 放在眼里 也没有将林无敌 放在眼里 因为他们的实力和血脉 更强 同街一战 他们从来就没有败过 更别说 他们的修为 碾压林无敌等人 在藏地心附近的星空之中 一颗龙头突然浮现了出来 这是一颗星空之龙的龙头 他吐出了一团气息 从里面走出来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 正是林轩 他乘坐着传送阵而来 出来之后 他望向了前方 下一刻 他微皱眉 他感受到 大成真神的力量 逆剑狂神 第7586章 破灭神诀 VS五神诀 大成真神的力量 确实非常的强大 如果他不来的话 藏地心 恐怕根本抵挡不住 甚至 就算是以前的林轩 也如灵大敌 如今的林轩 已经能够和大成真神抗衡了 感受到大成真神的力量 林轩并不畏惧 反而 眼中带着一丝凌冽的战意 就让我看看 混沌神族的大成真神 有多么的厉害吧 林轩朝着前方飞去 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 以极快的速度 杀了过去 前方 混沌神族的那些人 还在弹笑风声 突然间 他们感受到 一道灵力的剑气 朝着他们 狠狠地冲了过来 似乎要将他们劈成两半 该死的 怎么回事 有人要对他们出手吗 究竟是谁 他们身上的混沌气息 不停地弥漫 化成了一片混沌世界 横在了他们身边 轰的一声 整个世界 剧烈地晃动起来 无数的混沌气息 都被劈碎了 他们也是气血翻滚 他们震撼无比 虽然他们挡住了这一招 可是 他们联手之下 竟然还是受了些伤 来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有人惊呼 不好 看样子 是神域的顶级高手来临了 怕什么 有老祖宗在这里 我们无惧一切 我倒要看看 是谁 敢在我们面前撒野 一道道幕后的声音传来 混沌世界翻滚 缓缓地裂开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了这道身影之上 下一刻 众人都惊呼起来 林无敌 是你 他们可能不会认识 神域的其他人 但是 他们绝对认识林无敌 因为林无敌 曾经伤过他们混沌神族的绳子 他们早就发誓 见到林无敌的话 要不顾一切代价的出手 镇压对方 交给绳子发落 关于林无敌的信息 他们早就记住了 如今见到对方的时候 他们第一时间 认出了对方 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敢来 你是来送死的吗 小子 你竟然得罪我们神族的神子 天上地下 谁也就不了你 还不跪下受死 一道道冷喝的声音 如同惊雷一般响起 破碎天地八方 林轩冷哼一声 找死的是你们 混沌神族又如何 我连你们的神子 他大步地走来 整片星空都在颤抖 似乎根本承受不住 他的力量 破天真神望向前方 冷声说道 林无敌 我倒想领教一下 看看你究竟有没有 传说中的这么强 说完 他一掌 就拍了出去 四方的星空 瞬间就变得暗淡 附近的那些星辰 似乎都要破灭 化成灰烬 这一掌 真的是太可怕了 林轩仰天大笑 混沌的力量吗 不过如此 我也有 他施展了混沌万灵体 一拳打出 同样是一道混沌的力量 仿佛化成了混沌之龙 横扫八荒 两者碰撞 虚空被撕开 无数道链和黑洞 到处沉浮 一副灭世般的景象 还好 他们是在域外星空宇宙之中 不然的话 脚下的世界 不知道毁灭多少次了 一击之后 那只苍天大手掌 竟然破碎 化成了无数的混沌气息 散落四面八方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他们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们眼睛红红地 死死地盯住了对方 他们发现 林无敌不但占据了上风 更重要的是 对方施展的 也是混沌的力量 还是极其 可怕的混沌力量 可恶 这小子何德何能 凭什么 能施展混沌的力量 他不配 只有我们混沌神族 才配施展这种力量 杀了他 他是在挑战 我们神族 不能再让他存活下去 这些人发疯一般的怒吼 就连斩龙真神 也是杀气腾腾 不过 他并没有动手 他高高在上 他是大成真神 即便对方是林无敌 又如何 还不配地让他出手 他身边的这些人 就能够灭了对方 破天真神也是怒了 可恶 竟然敢小看他 破天之掌 给我杀 一声怒吼 他身上的混沌气息 彻底地爆发了 更加可怕的手 掌拍了过来 之前那只是普通的攻击 然而这一次 却是绝学 配合着他的血脉神诀 这一掌 可怕到了极点 小成真神 没有几个能够抵挡得住 甚至无数的世界 都要在这一掌之中 灰飞烟灭 林轩望着这一掌 神情凛冽 他冷笑一声 他施展了龙道武神诀 身上的龙影 不停地弥漫 仿佛化成了上万头 混沌之龙 盘旋在了他的手掌之上 他的手掌 同样朝着前方 狠狠地拍了过去 万龙咆哮 混沌的气息爆 发两人的绝学 再次碰撞在一起 毁天灭地 咔嚓一声 破天之掌便破碎了 就仿佛纸糊的一般 根本就不堪一击 什么情况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那么 可怕的破天手掌 竟然连对方的一拳 都挡不住吗 这个林无敌 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吗 可恶 我不相信 他们都气疯了 破天真神 同样惊呆了 他的手掌 完全被打碎了 混沌之血 在天地之间飞舞 他丝毫感受不到疼痛 因为有些事情比疼痛更加的震撼 对方的混沌力量怎么感觉 比他的还要可怕 怎么感觉 对方才是混沌神族的人 而他只是一个冒牌的 不可饶恕 他的混沌神血 瞬间就沸腾了起来 在他身上 化成了无数的混沌神火 不停地绽放着光芒 破灭神卷 毁灭万谷 无数的混沌神火 快速地凝聚 化成了一个混沌的莲花 朝着前方飘了过去 这朵莲花飞出去之后 破天真神的身躯 都摇晃了起来 似乎已经没有力量站立了 可以想象 这一击是多么的可怕 可谓是倾尽全力 混沌莲花 在天地间绽放 瞬间 便将林轩给笼罩了 混沌神族的那些人 冷笑起来 虽然这林无敌强大 可最终还是要落败 比拼混沌的力量 他还差得太远 逆剑狂神 第7587章 林无敌 初见了 林轩的身影 被混沌莲花给吞没了 那股力量 仿佛能够毁灭一切 林轩冷哼一声 将混沌神体 施展到极致 万道龙影 在他身上盘旋 他挥动手臂 如同神剑一般 斩了出去 一剑斩天 混沌莲花 剧烈地晃动 剑气爆发 席卷四面八方 所过之处 势如破竹 那巨大的莲花花瓣 开始不停地毁灭 周围混沌神族的那些强者 脸色变得苍白 他们的身躯 都颤抖了起来 该死的 这是什么力量 是无坚不摧的力量 斩灭一切的力量 林乌迪出剑了 不好 破天真神 也是脸色大变 他想后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剑太快了 瞬间就劈开了 他的混沌莲花 朝着他 狠狠地斩了过来 这道剑光 古朴大气 比绝世的神剑 还要可怕 剑还没有到 他身边的虚空 就已经破碎了 没有什么可以抵挡 下一刻 他的身躯裂开 他被斩成了两半 不但如此 这股巨大的力量 直接将他轰飞出去 两半的身躯 朝着下方的藏地星降落 周围混沌神族的那些人 都被惊呆了 这一幕 让他们震撼 他们大脑空白 愣在了那里 藏地星 同样有一场绝世的战斗 叶无道和破雷公子大战 惊天动地 破雷公子 之前自信满满 在他看来 什么天地家族 不过如此 他单手 就足以镇压 然而 叶无道的出现 却让他如临大敌 对方的力量 真的是太强了 举手台族之间 似乎可以轰碎一切 那股超强的力量 让他的身躯 都颤抖了起来 破雷公子都疯了 他可是混沌血脉 修炼的更是混沌雷霆 然而 这样还奈何不了对方吗 我不相信 破雷公子仰天怒吼 破灭之雷 在他身上出现了 无数古老的符文 天地八方的力量 全部被这些古老的符文 给吸收了 虚空出现了 无尽的大裂痕 在那古老的符文之中 出现了一道雷霆 这道雷霆一出现 整个藏地心 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仿佛要破灭一般 这一刻 藏地心上面的人 都感受到了 他们满脸的绝望 要灰飞烟灭了吗 给我去死吧 破雷公子怒吼一声 破灭之雷也飞了出去 杀向了夜无道 而在夜无道的身后 则是出现了一尊身影 一尊顶天立地的身影 这是先王的身影 面对这破灭雷霆 先王的身影 仰天怒吼 双手拍出 瞬间便抓向了 这破灭雷霆 轰轰轰轰 两者一碰撞 便掀起今天的毁灭风云 震天般的声音传来 那道破灭雷霆 被先王的手掌抓住 直接震碎了 化成了十几段 从天空中 散落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啊 破雷公子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惊呼起来 与此同时 他大口的吐血 身躯裂开 身上古老的符纹 变得暗淡 他仰天栽倒在地 这一招 用了他血脉的力量 如今 这一招被破掉 他自然受到了反噬 破灭雷霆 也不过如此 夜无道冷哼一声 你还有更强的力量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送你下地狱 赢了 我们赢了 叶家的那些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欢呼了起来 太好了 无道果然够强 他的力量和神体 变得更加的可怕了 没有借助天地顶 就直接打败了 混沌神族的强者 这让叶家的长老们 都激动无比 破雷公子 则是满脸的绝望 他感受到一丝致命的危机 下一刻 他咆哮起来 你敢对我动手 你知不知道 现在你们世界外面 就站着无数的真神 其中 我哥哥也在那里 我哥哥破天真神的实力 比我强了十倍 他如果来的话 一巴掌就能够拍死你 什么 强了十倍 叶家的那些人 都惊呆了 无数的人 满脸的绝望 破雷公子 都已经如此可怕了 单手能够横推整个世界 比他强了十倍的人 得可怕到什么地步 不会吐一口气 整个世界 就会飞烟灭吧 这混沌神族的力量和底蕴 也太可怕了吧 见到这些人惊恐的表情 破雷公子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样 是不是很绝望 你们这些蝼蚁 怎么可能跟我们相比呢 竟然还敢打伤我 现在乖乖地跪在地上 废掉自己的双手 然后 等待我的发落 不然的话 我哥哥来临 让你们全部灰飞烟灭 破雷公子 再次嚣张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发出了轰鸣般的声音 紧接着 一道身影快速地落了下来 这道身影 撞碎了天地 带着极其可怕的火焰力量 落向了大地 发生了什么 又有强者来临了吗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叶家的那些人都惊呆了 他们抬头望天 破雷公子 同样抬头望去 下一刻 他激动起来 这是我哥哥的气息 我哥哥破天真神要来了 你们等死吧 众人更加的绝望了 夜无道 也是面色大变 他准备出手 甚至 他准备动用天地顶 可是 下一刻 他却愣住了 他发现 情况不太一样 他抬头望天 一脸的诧异 其他那些人 同样也看到了 他们发现 伴随着这道身影 落下来的 还有极其可怕的神血 一滴 都能够洞穿天地 这个人受伤了吗 下一刻 这道身影 就落在了大地之上 击沉了大地 形成了无尽的深渊 众人望去 随后目瞪口呆 这道身影 裂成了两半 身受重伤 什么情况 哥哥 你怎么了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受伤的 破雷公子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恶然 他傻了 落下来的 正是他低哥 破天真神 然而 破天真神 被人披成了两半 身受重伤 这是什么情况 是谁能打伤他哥哥 域外的星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何人在大战 破雷公子 破雷公子不清楚其 他那些人 也是惊呆了 很快 有人笑了起来 这就是你说的 盖世高手吗 还真是够厉害的 只是 为何如此凄惨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们混沌神族的人 都这么可笑吗 可恶 小看我们混沌神族 这次来的 除了我哥哥破天真神之外 还有更加可怕的 破刀真神 和破剑真神 他们是不会败的 他们降临 你们必死无疑 破雷公子疯狂地咆哮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天空中 又是两道身影 降落了下来 带着极其可怕的血海 逆剑狂神 第7588章 刀剑盗月 在破天真神 掉落下来之后 又有两道身影 掉了下来 这两道身影 带着极其可怕的力量 一人身上 有着滔天的剑光 一人身上 有着凛冽的刀光 刀剑的力量 仿佛形成了一个世界 足以灭杀一切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 下方的那些人 头皮发麻 他们感受到 一丝致命的绝望 破雷真神 再次激动起来 太好了 这是破剑真神 和破刀真神 和这两个人的实力比 他哥哥还要强大 如今 两人联手而来 夜无道等人 根本抵挡不住 他报仇的机会来了 轰轰轰 两道身影 落在了大地之上 再次将大地击沉 形成了无尽的深渊 伴随而来的 还有滔天的神血 他们瞬间 便覆盖了深渊 化成了两片血海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众人惊呼一声 又是受伤的真神 从天上掉落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 破雷真神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彻底的傻了 这两个更加强大的真神 也受伤了吗 是被人从天上 打下来的吗 他就如同做梦一般 发疯的怒吼 我不信 谁敢对混沌神族出手 究竟是谁 域外星空 除了拥有盖世强者之外 还有一尊大成真神呀 这样的力量 何其可怕 他真的想不出 究竟有谁敢动手 叶家的那些人 松了一口气 有人冷笑起来 这就是你说的强者呀 还真是够垃圾的 哈哈 你还有什么本事 我看肯定是神域的高手来临 在域外和混沌神族大战 你不是说 有一尊大成真神吗 说不定 过一会儿 这尊大成真神 也会被人打下来 想到这种可能 叶家的人 无比的激动 破雷真神咆哮 我不相信 你们这些蝼蚁 根本不知道 大成真神的力量 他挥一挥手 你们就能死上一万次 他抬头望天 心中祈祷 老祖宗 请您出手吧 域外星空 剩余的那些混沌神族 也是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 林轩竟然这么强大 之前是破天真神 对林轩出手 结果被林轩 一剑就劈成了两半 掉到了下面 这彻底激怒了混沌神族 破剑真神 和破刀真神出手了 这两人的实力 更加的强大 而且 他们两人是联手出击 根本不给林轩任何机会 混沌之刀 与混沌之剑 气势如虹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杀向了林轩 刀光剑影之上 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符文 带着荒谷的气息 散发着无上的神威 一声怒吼 刀光剑影落下 整片虚空都在晃动 瞬间便将林轩给笼罩了 混沌神族的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冷笑了起来 看对方怎么抵挡 这一次 对方总该挡不住了吧 林轩冷笑连连 双手挥动 如同两头混沌之龙 直击苍穹 在他身上 混沌的气息爆发 他仿佛化成了混沌之神 瞬间 就挡住了刀光剑影 他施展武神诀 一拳轰出 仿佛化成了少年武神 携带着无尽的龙道力量 席卷而出 天地颤抖 八荒破灭 这一拳 直接击碎了刀光剑影 杀向了破刀真神 破刀真神举刀格挡 刀光闪烁 化成了一方天 可是 仍然抵挡不住 他的刀之天空 被一拳击碎 他的身躯被击穿 大片的神血落下 他的身躯裂开 布满了裂痕 他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破剑真神面色一变 他快速地后退 还想走 林轩冷笑 弹指飞仙 只见一道剑气飞舞了出来 九天之上 一道仙影落下 带着一柄仙剑 飘渺无踪 仙剑斩落 破剑真神的身躯被展开 他连一道剑气 都抵挡不住 林轩的剑 可怕无比 恐怖如斯 他的剑道 无人能敌 眨眼间 又是两个真神 受到重创 落了下来 也就是之前藏地心的舞者 剑道的那一幕 他们不知道 是谁出手 不过 他们激动无比 混沌神族的人 吓傻了 林轩的强大 超乎他们的预料 要知道 落败的这几个 都是小城真神呀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小城真神 他们是荒谷的强者 血脉非凡 修炼的是荒谷的神诀和力量 他们出手 能够轻易地碾压 这个时代的同阶舞者 就算这个时代 比他们强的人 也抵挡不住 在他们看来 林无敌再强 可是 仅仅是真神出城 比他们差得太远了 之前 对方能够耀武扬威 是因为他们没出现 如今他们将临 对方就是一头龙 也会被他们踩在脚下 可是现在 他们发现错了 对方的实力 非常的强大 即便面对他们 这些荒谷神族 对方似乎丝毫不落于下风 依然以无敌的姿态 横扫八方 难道他们的荒谷血脉 对于对方 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想到这种可能 他们一眼的挫败 看来 只能够请老祖出手了 虽然有些圣之不武 但是 必须解决了这个林无敌啊 至于荒谷神族的那些人 都望向了斩龙真神 他们恭敬地说道 请老祖宗出手 镇压林无敌 斩龙真神 脸色凝重之极 他之前确实没有出手的打算 他高高在上 林无敌在墙 在他眼中 也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晚辈 他要是对一个年轻后辈出手 传出去 有损他的神威 可是现在 他不得不出手了 他带来的这些真神 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这要是让对方继续下去 恐怕他们神族 会更丢脸 你们不用担心 我会出手 斩龙真神 沉生说道 他这话一出 周围的那些神族弟子 都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老祖宗出手 当碾压一切 哈哈 林无敌 我看你怎么死 你不是很嚣张吗 你不是自称无敌吗 在大成真神面前 你能挡得住几招 我看 他会被一巴掌拍死吧 放心 老祖宗不会杀他的 只会镇压他 把他带回去 让他生不如死 周围神族的弟子 再次得意起来 大成真神 那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林无敌 就算拥有大龙剑魂 恐怕也无法跨越 这么多境界战斗 林轩则是冷哼一声 废话少说 大成真神又如何 我还没将你放在眼里 杀 他怒吼一声 竟然率先出手 逆剑狂神 第7589章 混沌天杯 剑气如龙 带着一网无钱的力量 杀向了前方 混沌神族的那些人 都惊呆了 大胆 找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老祖宗动手 在他们看来 老祖宗出手 这林无敌 还不乖乖地跪地沉浮 怎么还敢反击 斩龙真神也是怒了 他冷哼一声 本作的斩龙剑 可斩了无数头真龙 当年在荒谷时期 龙族也不敢与我叫板 你小小蝼蚁 修炼了一些龙刀力量 就敢与我抗衡 不自量力 镇压 一声怒吼 他身上混沌的力量 飞了出来 在天空中交织 化成了一方石碑 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这方石碑 宽有上百米 高达上万米 上面布满了混沌的气息 他凌空落下 虚空不停地晃动 在这股力量之下 不停地裂开 无数道黑色的裂痕 朝着四方蔓延 周围的一些星辰世界 瞬间就崩碎了 藏地星 都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还好 藏地星古老之极 传承无数 在危机关头 出现了一股力量 守护住了 这颗古老的星辰 才使得他保存完整 但即便如此 藏地星里面的那些舞者 也是被压得匍匐在地 他们无比的震惊 这从天而降的力量 是什么样的力量 太可怕了吧 带有惶惶神威 仿佛天神一般 夜无道等人 同样抬头望天 神情变得无比的凝重 这种力量 是大成真神的力量 看样子 在域外星空 果然有一尊大成真神 破雷真神 感受到这一幕的时候 哈哈大笑起来 之前 三个同族的强者 从天而降 身受重伤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他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愣在了那里 如今大成真神的气息 横扫天地八荒 让他回过神来 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冷声喝道 你们这群蝼蚁 感受到大成真神的力量了吗 你们能抵挡得住吗 还不乖乖地臣服 否则 让你们全下地狱 天地安静 没人敢反驳 只有无上的神威 在天地间席卷 域外星空 这方混沌的天碑 从天而降 杀向了林轩 想要将其镇压 想镇压我 只怕你没这个本事 林轩冷哼一声 施展龙道武神诀 体内的龙道力量 不停地爆发 身上的混沌气息 更是席卷而出 他脚踏天地 手开四方 举手台族之间 带着浩瀚的力量 仿佛开天辟地一般 双掌齐出 杀向了古老的石碑 轰轰轰 手掌落在混沌石碑之上 发出震天般的声音 如无数惊雷落响 震得众人气血翻滚 就连混沌神族的那些舞者 也是不停地后退 在这股力量之下 他们也无法抵挡 那林无敌 应该会被镇压了吧 他们一脸冷笑 望向前方 很快 他们便愣住了 甚至他们脸上的笑容 僵固了 这怎么可能 他们发现 林无敌如同一尊开天巨人 双手竟然挡住了 古老的石碑 那高达万米的石碑 辉红无比 可是 却无法再降落一分 斩龙真神 见到这一幕 同样面色一变 对方竟然能抵挡得住 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小小蝼蚁 竟然敢与他这尊真神争锋 不可饶恕 混沌石碑 震天 斩龙真神一声怒吼 体内的混沌神血爆发 血脉的力量浮现出来 浩瀚的混沌神力 涌向了这巨大的石碑 这尊巨大的石碑 再次绽放出光芒 上面出现了 更加神秘的符文 这些符文连成了一片 画成了一幅又一幅图案 这些图案 似乎记载着某些战绩 荒谷年间 混沌天碑落下 镇压了无数事件 有一头鲲鹏翱翔天地 被混沌天碑镇压 有青天巨龙撕碎九天 被混沌天碑镇压 有绝世剑仙 白衣飘飘 立于九天之上 一剑斩神 结果 被混沌天碑镇压 一幅幅图案 诉说着这混沌天碑的强大 此刻 混沌天碑 绽放出超强的力量 杀向了林轩 林轩 感受到巨大无比的压力 他怒吼一声 双掌画成了巨龙之爪 抓向了古老的石碑 然后 用力的一挥 两只手掌 仿佛画成了万米的神龙 上面出现了龙铃 可怕的龙头咆哮 震撼八方 这片星空 彻底地沸腾了起来 他用无上的神力 来对抗对方的绝世神通 林轩的体魄 在这一刻 强大到了极点 体内的龙脉爆发了 一呼一息之间 他的力量 以极快的速度爆发 这一次 林轩动用了荒谷呼吸法 荒谷天碑 被这股力量击中 再次晃动了起来 似乎要破碎一半 上面的混沌气息 都变得暗淡 怎么可能 荒谷神族的那些人都疯了 这个林无敌的力量 竟然还能提升 他的极限 究竟在哪里 斩龙真神 同样面色一变 传说这林无敌 是一绝世剑客 拥有大龙剑魂 龙剑一出 横扫八方 无人能敌 可是 此刻对方并没有出剑 而仅仅是以体魄的力量 就挡住了他的绝世天碑 这让他震撼 又让他愤怒 没有神剑的林无敌 也敢跟他叫板吗 愚蠢之极 斩龙真神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一只混沌大手掌 落在了古老的天碑之上 带着天碑 再次朝着下方降落 天碑获得了神力的加持 威力再次提升 天摇地晃 天碑落下 一道道古老的符纹 席卷四面八方 这是镇压一切的符纹 但凡被笼罩 将会被彻底地镇压 连天都会被镇住 更别说区区的蝼蚁 林轩手掌所画的笼罩 上面的笼道力量 似乎也变得黯淡 覆盖了一层混沌的符纹 他的龙肘 似乎要被镇压 没用的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冷漠的声音响了起来 仿佛要撕碎林轩的身躯 林轩却是冷喝一声 万灵图 给我凝聚 在他身上 无尽的混沌力量 同样快速的浮现 全部朝着 他的后背凝聚 在他的背后 画成了一方神秘的图案 那是万龙图 配合着昆之呼吸法 上面的混沌力量 化成了龙影 万头巨龙一起咆哮 一呼一息之间 仿佛活过来一般 万道龙影 从万龙图中飞了出来 飞向了林轩的双手 盘旋在了上面 增加了万道神龙的力量 林轩一声冷喝 开天 逆剑狂神 第7590章 阵仙 林轩施展出万龙图 使得他的力量 再次提升 一声冷喝 开天辟地 古老的天碑 剧烈的摇晃 上面的光芒 变得明灭不定 那一幅幅荒谷时期的图案 竟然开始 变得模糊起来 咔嚓一声 就仿佛九天十地 被撕碎了一般 一道裂痕 竟然出现在了 荒谷天碑之上 这道裂痕 就如同一柄深渊神剑 彻底地劈开了 那些荒谷的图案 轰轰轰 天碑剧烈摇晃 就如同巨山倒塌 无尽的巨石滚落 落在星空之中 化成了滚滚的混沌气息 散落四方 星空被击穿 无尽的宇宙星光 都变得暗淡 怎么可能 混沌神族的人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绝世大神通 荒谷天碑 竟然被震碎了 这林无敌的力量 也太强了吧 这家伙是要逆天呀 他竟然能够 和大成真神抗衡 我们是在做梦吗 混沌神族的人 都傻眼了 就连斩龙真神 同样面色一变 他也感受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 神碑破碎 让他如遭雷击 他的身躯摇晃 气息翻滚 他一声怒吼 施展强大的神力 镇压住了滔天的气血 他的眼神 变得阴冷起来 仿佛绝世天刀 划破天地 小蚂蚁 你彻底惹怒我了 本座要让你生不如死 斩龙真神 是真的怒了 他竟然被一只小蚂蚁 给咬伤了 不可饶恕 大手横空 遮盖了一方星空 朝着下方 狠狠地拍了过来 掌心之中的那方天碑 已经快地速度落下 凌轩双手如龙 撕开天地 这么一碰 那方天碑 彻底地裂开 化成了无尽的神力 席卷四方 周围那些人 都被震得后退 甚至有强者 大口吐血 荒谷的天碑虽然破了 可是 这一绝世神通 并没有结束 斩龙真神的手掌 变得比荒谷天碑 更加可怕 手掌之上 再次浮现出了 一张张古老的图案 这是之前天碑上的图案 如今展现在了掌心之中 阵仙 斩龙真神 施展的是绝世大神通 是混沌神族的老祖 开辟的神通 这神通 传承十分的久远 在荒谷年间 就赫赫有名 当年荒谷年间 有一尊剑仙出世 这是从上一个纪元 活下来的古老存在 这尊剑仙 十分的强大 修为到达了神王级别 在荒谷年间 凭借着一柄仙剑 以及强横的修为 横扫天地四方 不少荒谷族的强者 都被剑仙斩杀 先见所过之处 众人莫敢不从 当真是强势到了极点 后来 这尊剑仙 竟然惹到了混沌神族 混沌神族的一尊神王老祖 出手了 老祖和剑仙 展开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大对决 最终这尊剑仙 被混沌神王一掌镇压 从此以后 那一掌 就演化成了绝世的神通 流传了下来 被称为阵仙 如今 被斩龙真神施展出来 同样可怕到了极点 大首掌凌空落下 再次将凌轩笼罩 周围的虚空 瞬间就僵固 就仿佛被寒冰冻结了一般 再也无法化开 这种强悍的力量 让任何人绝望 我这一招 能够镇压同级别的大成真神 你拿什么与我争锋 蝼蚁就是蝼蚁 绝物吧 斩龙冷亨 哈哈哈哈 这小子必死无疑 再强又如何 他就算现在动用大龙剑 也已经晚了 他已经被镇仙掌笼罩了 难逃一死 谁让他这么嚣张 竟然敢和我们混沌神族的老祖 抗衡 神族的那些弟子们 也都是冷笑了起来 林轩确实感受到 莫大的危机 在这一掌之下 他的万龙图 似乎都变得暗淡 停止了旋转 他的呼吸 都变得困难 真的很强 不愧是混沌神族 不容小觑 值得他全力以赴 下一刻 林轩眼中 爆发出凛冽的光芒 大手一挥 七星龙渊浮现在他的面前 剑神之上 七颗星辰 绽放深邃的光芒 宛若一头星空巨龙 在沉睡 林轩抓住了七星龙渊 施展了神仙之力 涌入到了神剑之上 七道星辰 先后亮起 化成最璀璨的星光 照亮了天地 一生剑鸣 如同龙吼一般 七星龙渊 就如同远古沉睡的神龙 复活了 在林轩手中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林轩单手持剑 腾空而起 大龙剑魂的力量爆发 神仙之力爆发 他动用的呼吸法 一呼一息之间 大龙剑魂 也仿佛活过来一样 威力 比之前更加的可怕 剑道 龙腾九孝 林轩就如同一头神龙 扶摇直上 人剑合一 杀向了阵仙 苍天大手 覆盖天地 掌心之中 那方神秘的图案 仍然在绽放光芒 斩龙真神冷喝一声 当年绝世无双的剑仙 都被镇压了 更别说 你这区区剑客 轰轰轰 两者碰撞 掀翻了天地 璀璨的光芒 覆盖了八方 混沌神族的那些人 都退到了后方 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前方是混沌的气息 凛冽的剑光 还有滔天的龙吼声响起 那种开天辟地的力量 吞没了一切 藏地心 也是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星辰世界里面的那些人 也是惊呆了 夜无道他们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 同样担心起来 这是大龙剑魂的力量 是凌轩来了 之前是凌轩在出手 夜无道等人震惊 凌轩的实力 变得比之前更强了 同时 他们又担心起来 凌轩再强 也只是出城的真神 能够和大成真神抗衡吗 破雷真神等人 同样也是震撼 之前从空中掉下来的三个真神 他们身受重伤 但是 他们并没有死去 他们都在血海之中 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望向了天空 破剑真神冷亨 灵无敌 抵挡不住 破刀真神也是笑了 他会被镇压 能败在这一掌之下 他足以自傲 欲外星空 那股浩瀚的力量 仍然在爆发 不但没有减弱 而且 变得更加的可怕了 那只苍天大手 竟然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上面的阵仙图 竟然也变得泯灭不定 怎么可能 这家伙的力量 竟然如此的强大 他的剑道好强 这就是大龙剑魂的力量吗 斩龙真神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 同样面色一变 虽然他并不是神王 可是 以他的力量 镇压同境界的强者 都不成问题 他现在 似乎有点压制不住灵轩 就在这时 他面色又是一变 他感受到 灵轩身上的力量 竟然又出现了变化 我有一剑 如剑仙 斩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